每晚午夜12点一到 所有人类都自动进入沉睡 整座城市也随之停止了运转 地心深处的外星人开始集体演奏黄河大合唱 不用基建规划地面瞬间也能建成高楼大厦 积极帮助地球人推进城市化发展 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他们将一管子的药剂全部注射到这对穷人夫妻脑中 再调整一下位置 上一秒还在吃康宴菜 等醒来之后就手捧82年的拉菲 吃着最贵的半头包 随随便便就说要请古神巴菲特来做客 而平日里喜欢克扣押金的房东 醒来后则变成街边的暴停小贩 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外星人这样做的原因 竟是为了实验人类 把人类当作小白鼠 通过注射科学家研发的记忆药水 每隔12小时就能洗脑转变所有人的身份 通过控制变量法去探究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 而名叫约翰的男人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并没有沉睡 默默站在一旁注射着一切 因为在上一次注射记忆药水的过程中 他突然醒来导致记忆药水没有完全注射 等他再次醒来时便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一出浴室门就看到一具女尸躺在他面前 无意间还撞掉了身后沾血的匕首 难道自己是个杀人狂吗 想都不敢想 他整个人吓得拔腿就跑了 根据自己身份证上的信息 他得知自己叫做约翰 也知道了自己的家庭住址 直到那时他才发现自己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可在回家的路上 一伙外星黑衣人拦住了约翰的去路 伸手运用原力并不能使男人沉睡 这让外星人感到很意外 当即选择用物理制服 没曾想地板碎裂掉了下去 随后两个外星人继续逼近约翰 关键时刻约翰本能集中注意力 竟也调动了原力 使他们身后的地板一一破碎 在一番打斗下 一个广告牌瞬间滑落 削断了其中一个外星人的脑袋 从中爬出一只奄奄一息的外星人尸体 约翰趁机溜走了 顺着地址约翰回到家中 看着眼前担心他的妻子 约翰竟毫无任何记忆 甚至当妻子说出自己 曾经被他当场抓住出轨后 约翰都无动于衷 妻子这下看来他真的失忆了 现在正是求和解的好机会 但是在这个时候 门外守候多时的警长 突然出现要逮捕他 因为警察早就发现了那具女尸 护肤心切的妻子 用肉身挡住手枪 掩护丈夫逃跑 当约翰走到绝路时 他发现一扇门凭空 出现在旁边的墙上 他没过多思考抓住机会就逃跑了 当警长追过来时 举着枪疑惑地环顾四周 心想这孙子会飞天遁地吗 怎么凭空消失了 约翰根据身上的名片 找到了一位心理学家 跟踪后他发现 医生面前的墙也凭空出现了一扇门 但约翰则无法继续跟进 门后正是通往地底的 外星光头老的老巢 而医生的真实身份是一位科学家 他为这些光头开发了那些记忆药水 到了午夜十二点 一切实验计划顺利进行着 等医生出来后 约翰着急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同时他意外地发现 自己有意念控制的超能力 看到那群光头老又过来了 他只好逃走再做打算 他从身上找到了一张贝壳海滩的明信片 海滩似乎是他的家乡 他搭上出租车 向司机询问海滩的位置 刚才司机还口口声声说 自己知道海滩在哪 但他思索片刻后 却记不起去海滩的路了 当他想坐地铁去海滩时 他却被告知只能坐直达车 但这列火车永远不会在站台停下来 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逃离这座城市 但其他人对此却毫无感觉一样 仿佛一切就该是这样 这时午夜又来了 整个城市再次陷入了瘫痪 外星光头发现了约翰的位置 不惜一切也要逮捕他 看见他脚下的楼梯开始拉长变化 他赶紧爬上屋顶 看到城市里的建筑又开始扭曲变化 管不了那么多保命很重要 但是那些黑衣人紧追不舍 在战斗中随着建筑的变化 他摔倒了 虽然他抓住了护栏 救了他的命 但他发现他旁边的建筑正朝他的方向快速移动 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 他会变成一个夹心三明治 在关键事件 他打破窗户躲在建筑物里 而楼下的一个黑衣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一个小黑衣人追了过来 约翰迅速打开了紧急出口的门 但外面却没有路 幸运的是 旁边的烟囱升起来了 约翰纵身一跃跳了上去 暂时摆脱追捕 而后这时瘫痪的城市又开始运作了 但约翰也被随之而来的黑衣人包围了 最后一刻警长突然开车出现救了他 当他来到警察局时 警长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但约翰自己看起来很困惑 他怀疑是黑衣人安排的杀手 所以他问警长 你还记得今天白天发生了什么吗 因为他清醒的时候 发现这个城市根本没有白天 每12个小时黑衣人就会出现 改变居民的生活 警长被问傻了 好像白天只出现在记忆中 最近真的没有经历过白天 然后他问警长知道贝壳沙滩怎么去吗 警长脱口而出经常去 但具体问到去网的路线 警长再次陷入无尽的思索当中 约翰随即用他的原力操纵书籍 向警长证明了一切 警长更加困惑了 所以他直接释放了约翰 然后他找到了科学家 出乎意料的是 医生直接威胁要求约翰注入他面前的药物 并声称这样他才可以知道所有的真相 并结束这场可怕的噩梦 显然约翰不可能相信他 于是约翰拿起药带着医生去寻找神秘的贝壳沙滩 奇怪的是去沙滩的路没了 他们只能划船 一路上科学家开始解释着的来龙去脉 那些神秘的黑衣人实际上是外星生物 他们没有身体 通过寄生在尸体上来模仿人类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这座城市是怎么来的 因为他来这里之前的记忆也被模仿了 这些外星生物没有个体记忆和实现 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整体 但现在他们已经濒临灭绝 人类之所以不断改变记忆和身份 是因为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类的灵魂奥秘 找出它是什么让人成为人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灵魂 还是人类只是记忆的载体 通过改变记忆人性能否恶化 从而成为另一个人 人类成就的独特因素是灵魂还是记忆 这个奥秘可能会拯救他们的种族 他们之所以有超能力 是因为城市下面有一台特殊的机器 可以改变物质结构称之为协调 约翰是个例外因为他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所以他发生了进化 可以与机器产生共鸣 从而使用协调能力 注射记忆药水时他突然觉醒了这种能力 所以他没有受到影响 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贝克海滩 但这里似乎只有一堵墙 镜头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海报 约翰不愿意他和警长一起打破墙壁 但墙外的一切都让他们完全目瞪口呆 墙外有一片星空几个人都惊呆了 原来这座城市是一艘外星生物飞船 它就像一片漂浮在宇宙中的大路 这时那些黑衣人也来了 在斗争中警察和其中一个黑衣人飘到了外太空 约翰也想反抗 但他发现他的妻子被视为原质 虽然他知道妻子是植入记忆后安排的 但他仍然无法忍受 所以约翰被他们抓住了 但外星长老不打算杀了他 因为他认为约翰已经进化的足够强大 可以承载他们的团体记忆 只要他们的团体记忆可以与他们融合 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完全理解人类灵魂的奥秘 然而医生秘密注射给约翰自己特制的药物 无数的记忆瞬间涌入他的脑海 但这不是那些外星生物的记忆 而是医生特别为约翰制作的记忆 多年来他对外星生物协调能力的应用 使他也更加了解约翰 当医生发现约翰进化时 他们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然后他们秘密地制造了这种药物 约翰吸收后直接学会了如何控制机器 从而应用协调超能力 当他醒来时 他可以很容易地控制物质的变形 一个念力震飞他周围的光头 偷头看到情况不好 集中所有的精神力量在长老身上 双方直接展开了原力队波 整个地下城市承受不了 他们强大的力量开始崩溃 一道强光冲破地板 直冲云霄 下一秒他们像神一样飘向空中 长老扔出一把飞刀 用面力控制 但约翰的能力更强大 飞刀穿过长老胸部 然后飞到100米外的流水中爆炸 在无尽的星空中变成灰烬 这时约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因为医生在他的记忆中告诉他 只要他足够专注 他就能完全控制船上的机器力量 然后他想了想 突然大量的水被排进了太空 在约翰的控制下 这些水在飞船周围形成了海洋 原本被破坏的建筑在他的想法之间恢复了 城市里所有的人类都被赋予了新的生活和新的记忆 从此没有人会被篡改 此时此刻约翰就像这片大陆的主宰 整片大陆在他的心中慢慢翻转 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推开大门外面阳光明媚 蓝天白云下的海水波光灵灵 站在桥的尽头那熟悉的身影 此刻两人都没有了以前的记忆 但他们还是被命运安排 携手走向心中的贝壳沙滩 男人把吃剩的鱼骨组成枪管和握把 然后把鱼头卡在枪管上 然后从嘴里拔出假的大金牙作为子弹 规整的鱼下颚做成扳机 最后装上子弹 完成上膛 做完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后 他把饭馆小哥叫了过来 见服务员拿菜刀出来反抗 男人又朝他的头上补了一枪 这下服务员彻底没了气 但餐厅里的其他人视而不见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因为这不是现实 而是游戏公司开发的最新感官游戏 在未来世界里生物发生了巨大的进化 两个头的蜥蜴随处可见 养殖的尊鱼充满了触手 甚至铲除也长出了婴儿般稚嫩的手 他们的神经系统也可以用来制作 虚拟感官游戏的驱动器 然而体验游戏的前提是在背部打开一个洞 然后将连接驱动器的生物电缆插入脊椎 而我也将在讲述完基本故事后 给予对影片的分析 作为这款画时代游戏的设计师 伽利刚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 就引起了观众的沸腾 在他介绍了游戏规则后 终于来到了激动人心的试用环节 但当他带着12位幸运玩家沉浸在游戏中时 现场的一个哥特男孩 突然从他的老驱动器中拿出一把骨质手枪 没有给大家反应的时间 他就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伽利 并直接扣下了安吉 负责人想阻止他 但下一秒他也不幸中担 现场一片混乱 反应过来的安保人员杀死了刺客 临死前负责人要求泰德保护好伽利 不要相信任何人 因为受命的泰德毫不犹豫地 立即带着伽利开车离开 当他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时 泰德拿出匕首挖出了伽利伤口中的子弹 但令他惊讶的是子弹实际上是人类的牙齿 手枪都是由生物骨骼制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通过安全检查 然后他们又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伽利惊讶地发现 作为一个年轻人泰德没有游戏插口 这让他难以置信 而泰德给出的理由是他不敢在身体上打动 但现在游戏中唯一的原始驱动器 在刚刚的攻击中被损坏了 为了确定驱动器是否中毒 伽利必须和其他信得过的玩家一起进入游戏中测试 虽然泰德还是很害怕 但他也别无选择 他们立即来到附近的一个加油站 这不是诺曼奥斯本绿魔侠吗 客串过来的绿魔书恰好是伽利的忠实粉丝 得知他们的意图后 他立即表示愿意帮助泰德免费开个插口 但一枪之后泰德的下半身直接瘫痪 但他说这只是一种正常现象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伽利迫不及待想现在就与泰德链接一起进入游戏 但当他按下启动键时驱动器直接短路 这下彻底结束了 如果驱动器没有及时修复 整个游戏很快就会瘫痪 伽利以为是泰德精神过于兴奋造成的 但就在这时绿魔书拿着猎枪走了进来 原来有人以500万美元悬赏伽利 只要除了他 就能将还未上市的游戏扼杀在摇篮之中 然后他一步一步地向加利靠近 但当他即将扣下扳机时枪成提前想 原来泰德先开枪救了加利 他们又开始了逃跑的道路 两人也逐渐意识到 身陷在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但现在的主要目的是修理驱动器 所以他找到了他的朋友主教寻求帮助 主教是生物机械专家 在前因后果后 他不仅修复了驱动器 还更换了泰德的接口 后来两人终于可以进入游戏了 加利启动驱动器后 泰德发现自己瞬间来到了一家商场 一切都显得如此真实 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泰德非常兴奋 当他平静下来时 加利还带他激活了他在游戏角色下的任务 就在一瞬间泰德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家鱼类加工厂 卷发同时告诉他 他们的工作是收集变异生物体内的神经系统 他完成收集任务后 卷发给了他下一阶段的任务线索 去餐厅找服务员点了一顿特餐 于是他很快找到了加利 当他完成日常任务后 他们一起来到了餐馆 然而在等待特餐的过程中 泰德突然提出暂停游戏 因为他突然觉得有一刻 他与现实世界脱节了 加利解释说 这意味着他的神经系统开始与游戏紧密结合 听到这里他更加恐慌 立即主动退出 但回到现实世界后 他仍然不确定这是否真实 直到加利用了真正的触感让他恢复过来 在加利的要求下 他又回到了游戏世界 这时服务员还端上了特餐 一盘由变异生物组成的黑暗料理 泰德前一秒还在恶心 但下一秒在游戏角色的本能驱动下 他开始无法控制的大块躲移 最后把骨头拼成手枪 加利意识到这是他下一阶段的任务 于是赶紧叫过来服务员 当他一枪杀死服务员时 泰德的角色有离开的冲动 这时卷毛又出现了 他带着两个人来到厨房 并告诉泰德他已经高分通关 服务员是他们组织中的叛徒 看到泰德不解的眼神后 他又把两人带到了餐厅后面的养殖场 原来餐厅只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是一个制造生物武器的军工厂 他们的角色属于一个名为现实派的组织 只在消除皮质公司控制下的鱼类加工厂 听到这里的泰德也糊涂 难道这就是隐藏剧情吗 通关后两人带着一货回到了原来的商场 但他们意外地发现 商场的收银员换了人 他把两个人带进了仓库 原来的服务员安详地躺在货架上 他告诉泰德他是一个真正的地下人员 原来的收银员实际上是一皮质公司的间谍 其实卷发也叛变了 他和收银员已经达成了合作 试图颠覆整个现实派 泰德必须去阻止他 显然两人下一阶段的任务又开始了 回到加工厂后 泰德对这款游戏越来越反感 他认为这个未形成的世界是不规则的 毫无逻辑可言 甚至目标也不明确 但加力说这是他的设计风格 也是每个人都喜欢玩的原因 泰德无法反驳只能先完成任务 很快他们发现了隐藏在角落里的驱动器 加力根据角色的本能直接连接起来 但一开始他就发现了错误 看到他的呼吸越来越快 泰德果断地切断了电缆 但这仍然没有缓解加力的痛苦 显然驱动器中的病毒已经进入加力的体内 就在这时卷发喊着消灭现实派的口号 用喷枪烧毁了驱动器 当驱动器爆炸时 无数孢子病毒被覆盖了整个加工厂 卷发看着突如其来的变化呆在了原地 而加力则趁其不备 直接用匕首解决了卷发 喷火器此时也掉进了草堆里 就在整个加工厂陷入火海的同时 两人却莫名其妙地回到了现实中 但令加力难以置信的是 他的驱动器里感染了病毒 但游戏中的病毒不可能传播到现实中 他很快给驱动器注射了解毒剂 然后检查了泰德的插口 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 主教安装的接口上有病毒 他很快给泰德赛了解毒气 就在这时他们房间的窗户 被屋外的剧烈冲击波打碎 游戏中的收银员出现在现实中 他直接用子弹摧毁了加力的驱动器 泰德也意识到他们其实还在玩游戏 然后收银员把他们带到了屋外 但就在他准备处理加力的时候 一声枪响 收银员倒在了地上 拿着骨枪的主教及时赶到 加力问他为什么毁了他的驱动器 但他告诉加力 他在修理驱动器时已经复制了游戏 他已经是皮质公司的走狗了 然后他用游戏作为威胁 强迫加力加入 加力假意思考却趁机捡起地上的枪 直接射杀了主教 就在他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泰德的眼神突然变了 手里的枪也对准了加力 他才是最后的刺客 皮质公司的双面间谍 隐藏到现在只是享受猎杀的过程 然而加力的脸上没有恐慌 因为他早已经猜到了泰德的身份 他放进泰德体内的解毒剂 实际上是一枚炸弹 就这样加力成了最后的赢家 然后回到了真实的现实世界 游戏中的其他角色也逐渐恢复过来 原来卷发是游戏的设计师 但当他收集了大家对游戏的体验和看法后 他担心地找到了助手 因为游戏从一开始就失控了 游戏设计师被暗杀的行为 根本不在他设定的情节之内 这意味着玩家的意志在游戏中苏醒过来 但他没有时间多想 情侣加力和泰德带着宠物再次来到他面前 刚说没俩句 两人就直接拿出藏在狗身上的手枪 当场把卷发和女助手一起干掉 这一幕让其他玩家直接愣在原地 原来两人正是真实世界中的现实派 杀掉设计师正是此次任务的目标 然后两人准备离开 然而当他们看到另一个玩家坐在门口时 他们手里的枪又举了起来 相信看完这部电影的观众 脑子的CPU差不多也发热了 这也是导演柯南伯格想要达成的效果 我这里就稍微给观众解答一下观影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疑惑 以及就电影本身所引发的思考给予一些个人的理解 首先感官游戏这部电影和黑客帝国一样是一个套层结构 二者都是讲述虚拟现实的故事 但前者则一点不亚于后者的复杂程度 从电影结尾往前倒退梳理的话 在电影的世界观当中 有一家大型的上市游戏科技公司 创造出一款无比真实的VR游戏 在游戏内测期间 游戏的设计师带着一票玩家试玩游戏来收获反馈 而我们的男女主实际上是崇尚真实的现实派成员 他们卧底进来假装玩家 目的就是除掉扭曲现实的元凶 游戏设计师 好的到这里则是电影当中现实的部分 也就是电影的第一层 来到电影的第二层 也就是观众大部分时间误以为现实的这一趴 内测玩家在现实世界带上VR装置进入到游戏世界当中 他们分别被设定了有目标任务的角色 而女主则是被设定为游戏设计师 男主则是游戏公司的实习生 影片开场就是一场刺杀 与电影结尾的刺杀遥相呼应 而男女主则像触发了剧情设定一样开始了逃亡之旅 但其实导演在影片刺杀开场就将答案告诉给了观众 无论是那把鱼骨枪还是之后的畸形生物 无不招式角色是在游戏当中 只是电影的输出机制 容易让观众先入为主 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让我们第一时间误以为电影现实的设定就是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说 电影的最后角色们是真的回到了现实世界 因为导演在道具设置上就揭示了这里是现实 而在逃亡之旅的过程中 男女主为了测试生物驱动装置的损坏 他们又进入到一个虚拟现实游戏当中 也就是电影的第三层空间 相当于在游戏中玩游戏 巫师三中玩昆特牌 第一层现实世界中的内测玩家 则均匀地分布在第二层游戏和第三层游戏当中 他们大多只是NPC 只有男女主最后才清醒认识到自己仍然身处在游戏当中 可以说是相对最具自由意志的玩家了 而三层叙事空间彼此间相互交织 这也是为什么看完会迷惑的原因之一了 那么剧情方面就简单地梳理到这 我也简单地聊聊我对影片的个人理解 想必大多数观众在观看此片时 都对电影的所展现的身体奇观而震撼 本片在内容呈现上特别有赛博朋克的感觉 而赛博朋克 Cyberpunk 这一名词本身的就有两个基本单词组成 分别是代表多媒体技术集合的控制论 Cybernetics 和代表反叛权威的亚文化朋克 Punk 而创造了控制论这一概念的作者 则认为人类社会生物体乃至AI机器等 都可以视为一整套控制系统 而系统可以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 来实现自我调节与控制 但对于这套方法论诞生的1948来说 无疑还过于超前 这种机器与生物融合的概念 无不挑战了人类认知 对于柯南伯格的感官游戏而言 我们很难将他与赛博朋克这一美学风格鲜明的类型画上等号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 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名词来分类 生物朋克 熟悉大卫柯南伯格的人都知道 他作为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国际知名导演 最擅长的就是肉体恐怖类型电影 被西方世界评为最大胆具有挑战力的导演 其代表作录像带谋杀案变引人裸体午餐 以及最新一部作品《未来最新》 都充斥那种生物质感与观能刺激的作者风格 且电柯南伯格的电影主题 往往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徘徊 这种独特的形式与内容交织 构建了独属于柯南伯格的电影美学 身体的不断异化 逐步深入到人类身体可能到达的边界 而在这种赛伯格的形式上 不管是一体还是感官游戏中 如同超梦装置一样的存在 都是这一类型的拓展 旨在讨论何而为人 或者应该说什么是生命 是拥有肉身的空壳 还是拥有灵魂和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呢 人与机器的概念 以及现实与虚拟的界线 越来越变得模糊 就像影片的结尾 那个亚裔男子求饶着向主角说出 我们还在游戏里吗 这句话宛如到梦空间结尾 那摇摇欲坠的陀螺 给观众心里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我们所在的世界真的是真实的吗 假如给你一只看清世界真相的眼镜 你会选择戴上吗 至少这个男人已经发现了 世界虚假的伪装 自从他戴上捡来的墨镜 远处的城市巨型电脑广告牌 立马变成服从的标语 原本恶魔的比基尼女郎 则变换成宣传结婚生子的标语 放眼望去街边的橱窗鞋柜还有书架 满是洗脑民众的消费主义话术 鼓励底层市民成为乌合之众 放弃自我思考 继续地沉睡下去 无条件接受来自当权者的统治 更让男人不可置信的是 原来看似端庄的老白男 在墨镜底下 竟是一副怪异丑陋的骷髅样貌 直到男人反复戴上墨镜确认 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可以旁暴停小贩看着男人光看不满 就过来打算赶男人走 但透过墨镜 看向他手里拿着刚才老白男的钞票 立刻显现出 那不过是几张写着 这是你的神的白纸 男人精神恍惚的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游荡 脑子里不停被电波给灌输愚昧的思想 反观大街上那些打扮精致的妇人太太 我们无时无刻不活在这样 巨大的监控牢笼之中 要不是借助到墨镜的力量 男人这辈子也无法窥探到现实的真相 男人名叫那打 原本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 但一场经济危机 导致习惯了十年的日常生活 随着心中的大厦一招崩塌 他只得背离家乡 当个无业背包客走进这座同样萧条的城市 来到就业推荐大厅 里面人生鼎沸 可见经济危机让多少家庭不复往日 那打寻求工作的愿望 自然也被冷漠地拒绝了 他只好在城市里四处游荡 寻找着合适的机会 期间碰巧遇见一位盲人神父 正在广场上激情演说着 唤醒世人看清他们的嘴脸 警告大家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至于这里所说的他们 会在影片中段为观众们揭晓 路过影像垫边的电视时 里面正播放着 美国梦塑造美好生活的广告 恰巧就有一位年轻人 正迷茫地注视着 甚至之后电视里 又有一位年轻女士 倾诉着看电视会使自己忘记身份 融入电视所编制的幻梦中 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 都将成为影片之后的伏笔提奥 第二天奈达终于在施工现场 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友弗兰克在施工现场好心告诉他 在第四街区有一个地方 可以免费提供住宿 随后奈达和弗兰克一起去了营地 这里虽然简陋 但有水有点 还有热饭可以吃 这让露宿街头数日的奈达 感到非常欣慰 两人吃饭时 弗兰克和奈达谈到了自己的经历 弗兰克曾经也是钢铁厂的失业工人 家中还有妻儿老小 可现在已经对社会失去了信心 只不过是在麻木的狗活罢了 但奈达和他略有不同 他认为在美国只要努力 就会越来越好 总有机会能让自己出人头地 奈达也是言出法随 之后还真让他做成了一件改变世界的大事 那天晚上 每个人都在营地里看电视上无聊的节目 但电视信号突然被阻断 插入了某人的宣传视频 在视频中一名男子声称 有一个信号通过电视不断传播 并试图通过洗脑来统治人类 一旁的奈达听得一头雾水 却不经意间发现了营地旁神秘的教堂 他看见营地的负责人 神秘熙熙将神父带入教堂中 第二天神秘男子的宣传视频再次出现在电视上 这时奈达注意到负责人 慌慌张张地走进对面的教堂 这让他产生了怀疑 然后他偷偷地跟着进去 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装满纸箱的夹层密室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盲人牧师发现了他 一顿闲珠手乱摸 觉得这小子骨骼清奇 是个搞革命的人才 正准备跟他细谈入会细则 那打恐慌之下赶紧跑了出去 然后他借了一副望远镜 通过观察 他发现负责人和他的团队 正在把大批纸箱从教堂搬到车里 那天晚上 一大堆防暴警察突袭了教堂 然后更多的警察来到营地 开始无端地摧毁营地 人们只能四处逃跑 跑出营地的那打 看到一群警察正在殴打电视上的 神秘人和盲人牧师 这让他对整个事件更加困惑 于是第二天 那打再次来到这座一片狼藉的教堂 从密室里拿出纸箱 但当他打开它时 他发现纸箱里只有一堆普通的墨镜 那打也没多想就把纸箱藏在垃圾桶里 还顺走了一个 随后他走在大街上戴上墨镜后 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广告牌变成了洗脑的口号 各种书籍和杂志也是些催眠的暗示 直到那打看到一个个面目可憎的骷髅人 他们混在人群中 而没有墨镜的人类根本无法察觉 那打恍恍惚惚走进一家杂货店 看着电视上的政客那虚伪的嘴脸 不禁露出嘲笑声 这时身后不小心撞过来一名老夫人 看着他恶心的样子 那打丝毫不掩饰就发作起来 对着他的样貌开始狂喷 可这一反常的行为 直接引起商店里所有骷髅人的注意 他们开始通过手表报告那打的信息 惊慌失措的那打立刻走出了商店 但他很快就被警察堵住了死胡同 而这两名警察也是骷髅人 身手敏捷的那打直接反击射杀了他们 夺走了警车里的武器 然后他全副武装 闯入了一家银行 开始射杀目光所及的骷髅人 但其中一个扭动手表 瞬间消失在他面前 因为警察很快到达 那打没有时间思考 只能从后门逃跑 但然后他看到一个小无人机挂在头上 伸出探头监视他 那打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开枪干爆他 不过那打绝不滥杀无辜 他放走了人类警察 来到地下车库后 他劫持了一个名叫霍利的女人 强迫他开车带着自己避开警察 但长时间戴墨镜的那打头痛欲裂 到达霍利家后立即瘫倒在地 这时那打已经相信了电视上神秘人的催眠论 他告诉霍利民众已经被未知生物给控制 只有用这副墨镜才能看到真相 但霍利并不相信那打 趁着内打不注意把他推下风 而内打直接滚到了山脚下 这时警察又开始寻找他的踪迹 内打只能在寒冷的桥下度过一夜 第二天内打又来到了施工现场 想告诉弗兰克真相 但是有妻儿的弗兰克早已得知内打被通缉了 所以他不想和内打有任何瓜葛 无助的内打不得不再次来到垃圾堆 找到剩下的墨镜 此时善良的弗兰克也给内打带来了一周的工资 但内打坚持弗兰克戴眼镜看到真相 这让弗兰克愈加生气 两人立即像小孩子一样打成一团 不得不说这段打斗拍的是真的长 看两个大男人肉搏足足看了六分钟 还处处手下留情 真是激情满满 最后内打抢破弗兰克戴上墨镜 弗兰克终于看到了真相 震惊之余 现在已经统一战线的两人 找到了一家酒店休息 营地的负责人突然找到了他们 并给了他们一个地址 那天晚上他们也来到了负责人所在的革命军据点 在这里内打和弗兰克换上更先进的隐形眼镜 既不伤眼睛 又不受信号干扰 那么这样的隐形眼镜的又是哪家大牌呢 这里就要介绍 虚晃一枪 在线乞讨广告位 随后负责人还告诉他们 他们看到的骷髅人实际上是外星人 这些外星人在使用完一个星球的资源后 就会去继续占领下一个星球 地球就是他们准备征服的下一个目标 这些外星人利用电视和现代媒体 来发送控制电波来麻痹人类 从而操纵整个人类世界 然后一名革命军成员 把外星人的手表交给了两个人 手表上有密码 只要按下开关后就会突然消失 之后负责人告诉他们战斗计划 因为革命军的人数和武器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电波的来源 阻止信号继续发射 以此唤醒更多的人类已完成革命 这时内达突然发现霍利也出现在这里 那达寄惊又喜 看着他手中当时自己留下的墨镜 不用说也心知肚明 正当俩人继续聊天时 一旁的墙体突然爆炸 大量警察开始疯狂朝里面的人射击 被大量警察逼近了死角 在危机时刻弗兰克启动了手表 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个洞 两人立即跳了下来 进入了地下通道 躲过一旁的守卫 他们穿过悠长的通道 来到一个金碧辉煌大厅 一位外星人正在向富人们 汇报今年的傲人业绩 这是一位油光满面的老头 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 误以为纳达和弗兰克是新来的客人 随着酒精与业绩的上头 嘚瑟的他还主动带他们参观了 外星人的星际传输技术 电波的核心区域 纳达和弗兰克看到了这一点 毫不犹豫出手射杀了守卫 并强迫老人说出信号塔的位置 但老人仍然认为 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被外星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好结果 但纳达和弗兰克却十分不屑 他们立即打开工作室的大门 开始向外星人射击 再去屋顶信号塔的路上 两人也配合默契 杀死了无数敌人 但霍利突然出现了 纳达立即把他拉到屋顶上 然而纳达没想到的是 功成名就的霍利早已加入了外星人阵营 这次的突袭行动全靠他的卧底 他立即举枪杀死了弗兰克 然后来到屋顶威胁纳达放下武器 还好纳达早有后手 他偷偷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手枪 举枪杀了霍利 然后毫不犹豫地爆炸了信号发射器 随后被空中警察击中倒地 然而他的牺牲解除了外星人的无线电波 一直被洗脑的人类 也终于看到了外星人的真面目 影片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故事的后续发展也没有直接告诉观众 但大概率人类阵营与外星人少不了一战 不过这不是重点 我主要想在这里稍微拓展一下这部电影 导演约翰卡彭特作为现代恐怖电影大师 拍出诸如万圣节怪形天魔回魂战力黑洞等 一系列足以载入恐怖片影史的恐怖片 而这部极度空间即使放在约翰卡彭特的作品集中 都是属于相当不同的存在的 电视台的广播信号是洗脑民众的工具 满大街的广告招牌和书籍 揭示消费主义和劝导民众成为乌合之众 电影当然为了商业化 为了一些感官刺激 将这类掌权者和富人设计为外星人 制造出明显的二元对立 但电影所展现出的现实气息 在时间的流逝下 更加呼之欲出 在当今各种流媒体和各类软件 轮番轰炸进我们的生活 试图抢夺我们每一秒的注意力 根据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的研究表示 这种当代资本主义为民众持续不断地提供虚假的需求 借由大众媒体广告等将个人整合进 当今由消费和生产所主导的社会当中 使得民众的行为和思考模式逐渐单向化 成为单向度的人 简单地说就是成为上层阶级所希望成为的底层 放弃反抗与批判性思维 安心享受奶头乐 安稳躺平 失去个性 固化阶级分层 极度空间可以说是卡彭特影像化的单向度的世界 失业的主角们面对这样的世界 他们其实非常无力 只能像动物一样去施加暴力 来发泄被压迫的情绪 尤其是奈德和弗兰克的巷尾缠斗 高达六分钟 属于一个看清世界真相的人 去试图叫醒一个还在沉睡的人 实际生活中那也太难了 但电影中就是理想化的 现实没有像电影中那样明显的二元对立 要远远比电影复杂的很多 我们说到底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大齿轮下 那运作的一小颗螺丝钉罢了 这个男人全身插满管子 从满是营养液的地方苏醒过来 他痛苦般地拔掉了深入腹部的管子 十分疑惑看着眼前的自己 他摸了摸后脑勺的那根管子 随即就被周围数以万计 排列整齐的培养民给吸引住了 里面正是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类 不同的是他们还在沉睡 自己现在却看清楚了这个真实的世界 这是一只如虫子一般的机器人出现 把男人给控制住 正当以为他就要被处决时 身上的管子开始自己散落开来 随即就被冲进了下水道一样的地方 头顶突然出现一片光亮 一根机械飞涨稳稳地接住了水里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也即将改变这个未知的世界 尼奥原本是名黑客 但这一天他的电脑被黑了 上面的人让他去开门 与此同时 尼奥的门真的响了 幸运的是 开门后是自己的老熟人 尼奥也知道他们是来找自己取货的 但是来人肩上的纹身让尼奥的心跳了一下 上面正是一只兔子 尼奥跟着他们来到酒吧 以便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一进酒吧 一个陌生的女人就朝尼奥走来 直接叫出她的名字 还自我介绍她叫崔尼蒂 尼奥大吃一惊 崔尼蒂的名字在黑客圈里如雷罐 几年前她曾黑入美国国税局 一战成名 没想到她竟然是个女人 更让尼奥震惊的是 崔尼蒂说中了她的心事 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寻找一个人 第二天早上 尼奥醒来作为一个打工人 她匆匆赶到公司搬砖 被领导CPU了一会儿 她刚准备摸会儿语 突然收到了一个快递 里面居然是一个移动电话 而电话里的人自称是莫菲斯 警告尼奥马上会有火人来抓她 但低头一看门口真的进来了西装男 好像是来找她的 根据电话的指导 尼奥成功地逃进了一间办公室 但电话实际上让尼奥跳窗 尼奥怀疑爬上窗户 低头看着楼下 这要掉下来 怕啥连一句全尸都没有 尼奥最终还是没敢跳下 最后被西装男子带走了 他们把尼奥带进了审讯室 西装男自称是中情局特工 威胁尼奥在电话里提供那个人的线索 那个人原本是美国头号通缉犯莫菲斯 尼奥拒绝了 并要求给律师打电话 但是西装男突然戴上眼镜 尼奥立刻发现自己的嘴融化了 像胶水一样粘在一起 尼奥被锁在桌子上 脱下衣服 一只机械大虫子沿着肚气爬了进去 幸运的是 这只是一场噩梦 尼奥摸了摸嘴 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是到了晚上 尼奥又被催泥地劫持了 直接霸了衣服 用一个复杂的仪器抵住了他的肚脐 看着梦中的虫子被吸出来 尼奥意识到昨晚那根本不是梦 尼奥被带进办公室 在那里他看到了传说中的莫菲斯 莫菲斯拿出两个药丸 让尼奥做出选择 如果你选择蓝色 你可以继续活在梦里 如果你选择红色 你将面对可怕的真相 你要选择红色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开始产生异样 原本碎裂的玻璃 自己开始复原 伸手去触碰 竟如同水面一样 泛起阵阵涟漪 可耐如液体般玻璃附着在尼奥的手上 很快就遍布了他的全身 这下尼奥终于得知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在2199年 人类被圈养在营养液中 作为人工智能的电池 尼奥在营养液中睁开眼睛 他拉开粘稠的液体 从嘴里拿出手腕粗的呼吸机 开始剧烈呕吐 突然一台巨大的机器飞来飞去 毫无抵抗力的尼奥随着机器的摆弄 被冲进了管道 等待尼奥醒来 再次见到莫菲斯 与第一面低丰富和冷静相比 此时的他衣衫褛褛 周围环境破旧不堪 原本帅气的尼奥没了头发 身体极其虚弱 脑后和背部充满了痛苦接口 莫菲斯告诉尼奥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有的人都被人工智能圈养在母亲身上 刚才的世界是人工智能 为人类编织的梦想矩阵 只有少数人获救 最终与人工智能作斗争 莫菲斯因为他而尽力救出尼奥 十分相信尼奥是被选中的救世主 但现实世界的严酷远远超出了尼奥的想象 穿的衣服是乞丐不穿的破衣服 吃饭是无味的粗粮 生活是一艘藏在下水道里的破船 他几乎总是被母亲派来的机器章鱼追赶 尼奥是个普通人 他最多可以有点黑客技术 他不能相信自己是莫菲斯口中能拯救世界的人 莫菲斯对尼奥的训练开始了 他们通过脑接口进入功夫训练 因为本片的五指是圆和平 所以很有老港片的影子 起初面对莫菲斯的动作 尼奥没有动力 但很快尼奥的优势就反映出来了 他的速度非常快 而盯着屏幕前代码的伙伴们感到震惊 从来没有人这么快 但莫菲斯不满意 尼奥开始更快更快 尼奥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倒 在莫菲斯鼓舞之后 尼奥突然意识到 自己并不是处于真实的世界 而他开始打破新的限制 在几个动作之间 他的动作越来越快 直到莫菲斯被逼到角落 突然间场景变了 他们来到了天台 话音未落 莫菲斯腾空而起 一直飞到对面 尼奥充满自信 摩拳擦掌一会儿 旗袍也飞向对面的高楼 然而很明显 尼奥还没有完全摆脱限制 接下来 莫菲斯带尼奥来到模拟矩阵系统 在这里每个没有觉醒的人 都是他们的敌人 到处都有人工智能特工在追逐他们 训练结束后 他们进入了真正的矩阵 莫菲斯想带尼奥去见先知 确认尼奥是否是救世主 伟大的先知一看到尼奥就说 下一秒你就要侧身打碎花瓶 尼奥知道他怎么能提前预测花瓶被打碎 但是先知让尼奥考虑 预测也是事情发展的一部分 重要的不是先知说了什么 而是尼奥相信了什么 先知看了看尼奥的脸 又翻了翻手掌 深深地看着尼奥 说出来他心中的疑惑 你可能到了下辈子才会是救世主 尼奥对这个答案毫不意外 在尼奥离开先知的家后不久 尼奥突然看到两只完全相同的黑猫相继经过 这意味着他们被人工智能发现了 事实证明 有一个伙伴无法忍受现实生活的残酷 并选择在矩阵中投靠了人工智能 以此换取富足的虚幻生活 在离开之前 他特别打电话给崔尼蒂求爱 他让崔尼蒂看着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递死 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轮到尼奥了 叛徒傲慢地说话 然而就在叛徒伤害尼奥的那一刻 一个伙伴没有这样死去 偷袭杀死了叛徒 但危险并没有停止 在矩阵世界里 母亲派出了无数的人工智能特工来追捕尼奥和其他人 为了让尼奥冲出重围 莫菲斯店后被人工智能抓住 他们给莫菲斯注射了药物和入侵意识 试图强迫人类最终根据地西安的下落 尼奥和其他成功回归现实的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莫菲斯的生命体征一点一点地下降 为了防止莫菲斯透露西安的下落 他们必须按照规定杀死莫菲斯 但尼奥决定回到母亲身边救出莫菲斯 伙伴们一直在阻止 面对人工智能的搜捕 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这样 尼奥向催尼蒂坦白他不是救世主 但他也相信他能拯救莫菲斯 催尼蒂相信尼奥和他一起回到了矩阵 他们用无数的武器轰炸了这座大楼 最后莫菲斯获救了 催尼蒂当场下载了直升机教程 学会了开直升机去接应 然而特工一枪击中了直升机的邮箱 直升机掉到了大楼里 但尼奥却稳稳接住了催尼蒂 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个伙伴脱口而出 莫菲斯催尼蒂等人陆续回归现实 但在尼奥即将离开的那一刻 特工的追杀也如期而至 随着两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尼奥最后还是中枪倒地 长期以来在矩阵中死亡 就是在现实中死亡 尼奥在现实中抽搐 心脏停止跳动 这时崔尼蒂终于直视着自己的心 他抱起尼奥的头深情的表白 原来先知曾经告诉过他 他爱上的那个人就是救世主 在崔尼蒂的吻中 尼奥也恢复了心跳 尼奥在矩阵中也突然复苏 这时他看着矩阵和特工 就像看着一串代码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看 他直接预测特工的拳头 然后做出反应 他甚至冲进特工的身体 根据底层代码彻底粉碎特工 相信自己可以激发无限的潜力 而爱是支持每个人的伟大力量 这是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最终武器 而在电影的结尾 彻底觉醒的尼奥向矩阵正式宣战 这个虚拟世界再也拦不住他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尼奥作为救世主 现在就是这个世界的超人 而黑客帝国是一部 具有深远影响的科幻经典 其独创的虚拟现实概念 与哲学思辨融为一体 引领电影行业向全新境地发展 影片技术上的创新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1999年引入了令人惊叹的特效和震撼的打斗场面 为后续影视作品树立了标杆 其独特的视觉效果与深层次的情节 让观众对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产生了深刻思考 不仅成为了影迷心中永恒的经典 更为科幻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 你怀疑过自己的世界是真实存在吗 哲学家希拉里曾提出《刚中之脑》 这样一种思想实验 她提出一个假设 想象一个人的大脑被移植到 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透明罐子中 并且通过电脑模拟的方式 像大脑提供与现实世界完全一样的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是否能够分辨自己 是否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中 或者察觉到所有感知和经验都是虚构的呢 甚至连你点开这个视频 都可能是电脑操纵的 带着这样的一个终极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部 根据《刚中之脑》改编的电影 或许看到最后 你会颠覆对这个世界固有的认知 在1937年洛杉矶的一处公寓中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 不久前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因为这个秘密实在太让人难以置信 他担心知晓真相的自己会遇到不明毒手 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熟悉的酒保 告知他很快就会有一个叫道格的男人来骂 届时请把信转交给他 没想到的是 这个酒保的品性实在有够差的 趁老头走后偷偷看了信的内容 等老头回家躺在床上后 眼睛中闪烁出一段段电信号 随着光线的传递 他在一个更加现代的地方醒来 事实证明 刚才那个地方是他创造的虚拟世界 里面所有的虚拟人物都被设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该程序将随着他们的思想运行而不断运行 并可以将实验者的意识传递到特定的虚拟人物中 体验和现实一样真实的元宇宙 而老头所在的真实世界则是1997年的纽约 然后他去往酒馆开始给道格打电话 想告诉他 自己在虚拟世界的酒吧里留下了一封信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但是半天没有人接电话 所以他不得不留言 可话刚说完 他仿佛遇到了熟人 没想到的是 这位老熟人刚见面 二话没说就把老头捅死了 直到第二天一早 我们的主角道格才睡眼惺忪地从床上醒过来 可他却在洗漱台上看到几滴血迹 甚至还有沾满血的衬衫 然而他自己对这一切都没有丝毫记忆 当他得知老头死亡的消息时 他才暂时放下这些问题 他是与老头共同创建元宇宙的伙伴 虽然工作时两人分上下级 但生活上两个人轻如父子 道格简直不敢相信老头会这样就躺在担架上 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 在警察老黑的要求下 与道格一同去往了老头生前所在的高级公寓 但当他想了解更多关于公司项目的信息时 道格以这些都属于公司秘密为由 拒绝向警方透露 就在这时 他们在老头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道格第一眼看到他就愣住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似曾相识 但再也没见过 他说他是老头在国外生的女儿 名叫珍妮 得知父亲遇害的消息后 连夜打飞滴从法国回来 这让道格更加困惑了 因为据他所知 老头没有任何亲戚 但在俩人之后的交谈中 珍妮告知道格 此次回来不光是因为父亲遇害 而是他们已经多次商量 准备停掉公司所有业务 这一消息也让道格十分炸裂 怎么一夜睡醒 感觉一切都变天了 事后根据公司的律师回复 老头曾在死亡前更改过遗嘱 公司将由道格来继承 这一消息着实让珍妮有所意外 而探长看到这一重磅消息后 也不得不把嫌疑的重点 放在了道格身上 当道格忙完一天的工作 回到住所时 终于发现了老头给他的电话留言 他立即赶到公司 希望根据老头留下的线索 能找到幕后真凶 可是虚拟世界程序仍在测试中 根据计划将在几个月后进行第一次测试 但道格发现老头已经多次进入虚拟世界 在助理长矛的帮助下 他将意识传递到虚拟世界 但最多只能停留两个小时 否则他可能会大脑死亡 很快他的意识来到了虚拟世界中的映射体上 自己现在是1937年的一个银行职员 他望着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真实 就连感知也与现实无异 他换好一桩来到了老头的书店里 这里当然不是真正的老头 而是老头的映射体 道格希望通过自己的暗示能够唤起老头什么记忆 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于是跟着先前的线索 一路找到了九宝这里 这时我们才看清 原来九宝的形象是根据助手长矛创建的 道格立刻开门见山问他 是否收到老头给他的任何东西 但由于九宝偷偷看了信 出于某种原因 他立即否认了这一点 说他从未收到过这封信 而且话里话外 都暗示着道格 老头经常逛九宝是为了年轻的女孩 这着实让道格为之一惊 真是老当意壮呀 很快就要到退出虚拟世界的时候 道格的意识已经逐渐模糊 他别无选择 只能紧急下 回到现实世界 而道格的映射体却完全无知 好似失去记忆一样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九宝好像察觉出什么一样 看着他若有所思 回到现实的道格非常兴奋 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程序开发非常成功 但随后自己又收到来自酒吧老板的敲诈 他自称那天晚上 看到老头跟着道格走了后就被杀了 随即就狮子大开口 朝他讨要封口费 可道格听到这样的污蔑哪能忍呀 直接就把他给开了瓢 酒吧老板也只好恶狠狠地溜走了 但很快他又收到了警察局的信息 因为摄像头在老头死亡的那天晚上 拍到了他的车 而且那个酒吧老板莫名其妙被人残忍杀害 这一切的矛头都指向道格身上 这也让他很困惑 因为他不记得在老头的出事时间 自己在做什么 但由于没有更实质性的证据 警察也无法将他定罪 于是当他出来后 直接一个人来到实验室 准备再次进入虚拟世界寻找老头留下的信 这一次他再找到老头的硬射体 虽然硬射体的意识被占据后会暂停 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大脑的潜意识中留下痕迹 于是道格把老头的硬射体带到了他长去的俱乐部中 果不其然 这里的每个人都对老头毕恭毕敬 热情地称呼老头的性命 看来老头生前真是没少来快会啊 随后道格让老头使劲回忆 但当他看到酒保时 他想起自己似乎给了他一封信 直到那时道格才意识到酒保说了谎 他来到前台却发现酒保已经开溜了 于是赶紧追了过去 没想到酒保愤怒地拿着枪指着道格 因为他曾看过那封信 在根据信的指示下 得知自己所处的世界都是虚拟的 世界观崩塌的他 质问道格为什么要随意操纵别人的生活 甚至一言不发就开枪射击 反正他们不过是一堆代码信号罢了 不过在这的痛觉感知都是真实存在的 俩人就一路缠斗到永迟之中 索性助手及时将道格拉回到现实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清醒之后 道格也决定关闭公司 结束掉所有的虚拟程序 因为虚拟世界太真实了 这些NPC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随意摆弄他们的生活 这事警长在外面早已恭候多时 说经过调查 老头根本没有女儿 而且也查不到珍妮这个人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于是道格找上珍妮经常坐的出租车 给了点意思 问出珍妮的家庭住址 根据一番调查走访 终于在一家超市前台 看到了消失已久的珍妮 但俩人的形象可谓天壤之别 仿佛换了个人一样 而且看着眼前的道格 也不曾想起他是谁 但倒也有一层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样的相遇场景 让道格不禁感到一丝寒意 根据那个酒宝的反应 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脑海里 于是开着车去了一个根本不想去的地方 一路上无视路障和标志 不知道开了多久才停了下来 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目瞪口呆 这里就是老头信中所说的世界尽头 他存在的世界居然也是虚拟世界 自己也只不过是更高维度的人 创造出来的NPC 那么我还算是存在吗 与此同时 珍妮的眼睛闪闪发光 是别人的意识加载了过来 在得知道格已经知道了真相 他也不打算隐瞒 原来还有成千上万的虚拟世界 但道格所在的世界 是唯一一个创造出 另一个虚拟世界的虚拟世界 这是珍妮一伙人未曾想到的 所以原本的计划是 珍妮过来继承公司关闭掉程序 但没想到老头提前修改了一种 致使珍妮无法获得公司的管理权 而真正杀死老头的凶手 其实是珍妮的丈夫 她将意识投射到道格身上 做下了这一桩桩血案 所以道格才会失去了 对犯罪时间的所有记忆 而珍妮丈夫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好玩 她享受当神的过程 把操控他人的生活 当作自己的乐趣 珍妮也看着丈夫在这个过程中 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俩人渐行渐远 而她也逐渐爱上善良的道格 这让发现后的丈夫也心生嫉妒 与此同时 助理也想在虚拟世界体验一下 那九宝就是她的映射体 没想到的是她进去后不久 就被警察拦下车 一不小心就被一辆大货车撞死了 转眼间她又回到了现实 但回来的不是助手的意识 居然是虚拟世界中九宝的意识 而保安看着监视器中行为异常的助手 就打电话叫醒了缠绵后的道格 等她过去后 带着她仔细端向这个对九宝而言 更高维度的事件 但过程中丈夫的意识再次传送到道格身上 不仅一枪解决了助手 还来到公寓里 准备杀掉躺在床上的珍妮 显然极度心已经让她迷失了自己 拿着枪一路追到楼下 正当丈夫准备解决掉珍妮时 一发子弹打穿了玻璃 正好射中丈夫的胸膛 原来是警长提前收到珍妮的电话 这才及时赶到救下她 连同这个世界的真相 珍妮也一并告知给她 做完这件事 警长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现实世界的人不要再来打扰他们 珍妮答应了请求 随着道格眼中一段电光闪过 她从几百屏的大house中苏醒过来 那里正是2024年的现实世界 此时道格已经取代了丈夫的身体 刚回来的珍妮一眼就看出这人是道格 带着她欣赏现实世界的美景 而沙滩上的老头正是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系统的发明人 电影也就这样似乎大团圆地结束了 就像开头提到的《刚中之脑》一样 这个电影探讨了关于真实与虚拟的界限 人类如何才能理解和定义现实的本质 难道珍妮所处的世界就真的是真实世界吗 而根据《刚中之脑》这一概念 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 诸如《黑客帝国遗魂都市》 《感官游戏处门的世界》等经典电影 但这一哲学思想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讨论 可始终都不能完全推翻这一疑问 不过就如影片开头的序章提示一样 借我思故我在 这一迪卡尔的名言 告知观众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判断世界的真实性 但至少我们能思考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存在 不管世界虚假与否 我们每天都还是得上班上学 就像里面得知真相的警长一样 知道世界残酷真相后 还能负重前行 这才是电影想展示出的答案